老师 科学的尽头不就是玄学吗 亲爱的大家 亲爱的同学们 无论你在哪里 请你记住 科学的尽头不是玄学 而是我们的无知和我们思维认知的边界 但即使是我们思维的边界 即使是我们想不到 看不到 不知道的事物 我们也必须要抱着清晰和理性的认知态度 因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能保护自己 不论是谁告知你的 无论他是心怀着好意 还是他对有数字的无知 请大家不要去怪罪关心你的人 但是大家必须要认知到 数字从来不是悬之又悬的迷幻 也不是飘在空中的幸运 和让人产生恐惧的诅咒 谣言永远止于你当下的思考 在思考中不屈的力量 才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光辉